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识别等有你便是风光 曲 李宗盛 见过大黄姐 我五妹的体格果然敬奇 堂堂醒来便生龙活虎的 敢问大黄姐 三黄姐的后事 如何料理 此事牵连太广 瞒不住的 母皇的意思是 踪迹出名 不入皇陵 那我在这里给她了一个牌位 这种事不要讲出来 她可是在谋反 算了 随你吧 我只当不知道 那 死完呢 已经给南疆发了国书 希望不要引起更大的事端 死完的死 会很麻烦吧 毕竟是死在咱们末国啊 南疆的救援 很可能变成兴师问罪 据前上消息 南疆突然加快了刑军速度 这种事情 没有道理可讲的 既然惧怕南疆 那楚国的慕容大人 处境也不会好吧 是的 母皇觉得 还是要以四国联盟为主 经营下令 将她扣为人质 并交由南疆兰将军 亲自砍牙 以表诚意 将军 莫国皇女莫如 命人将楚国 左相慕容晚清押到 啊 将军 他已经是阶下之巧 不要试南疆的风度 试你个头 赶紧关门 说我不在 蓝将军 我等将慕容晚清带到 蓝将军说了 他不在 我 蓝将军 我人都来了 你总不能让我吃 闭门羹吧 蓝将军 沈从 你给我出来 你不收留我 我就要被关到 莫国天牢了 唉 让我进去 慕容大人 您现在可是烫手的山芋啊 哦 你这个没良心的 不是你 半夜 趴我穿昏 我的三小姐 好歹你也是一国之相 注意言辞啊 怎么 闲丢人了 送上门来了都不要 你排太大了 我要不起 蓝将军 现在 现在可就剩咱俩了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 莫皇此举绝非为了平息事态 以你的臣服 不可能看不出 哦 那你说 莫皇都将我这楚国左相精神 怎么还不算诚意啊 哎呀 莫皇将你交给我 就是为了既不得罪南疆 也不得罪楚国 嗯 无论我做什么 都与莫国无关 若是寻思 嗯 定会被南疆问责 如若众楚 南疆与楚国将战火再起 倒是莫国在渔翁得利 况且 我怎么狠得下心对你这样 所以你现在就是烫手的山芋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 哎 南疆将军聪慧 莫皇的一抹轨迹都被你看得一惊而出 可是 你要送我回去 万一莫皇发现他的计谋被看穿 想要讨好南疆 维持四国联盟 直接娶我向上人头已是诚意怎么办 怎么样 有没有想见我这烫手山芋了 慕容大人 这回落到我手里了吧 你说了算 大皇姐 我继续练功了 补品记得暗示服用 母皇那里你记得去请安 是 五皇妹 刚刚的话 算了 没事 许致经此疑难你倒是清醒了许多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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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身衣服 我们去看慕容婉庆 我担心那蓝星不是好人 她会吃亏 巫殿下 您可是特意等大殿下走了再去的 不然呢 那可是母皇押过去的 哦 没事 就是觉得您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神神怪怪的 啊 服了吗 我是说 舒不舒服 蓝将军 伺候人的手法 却又静静 给你准备了房间 为何偏要住在这监牢里啊 与你纠缠的那几年 楚国的监牢我都住过了 但这墨国的 还没住过 哦 怎么 蓝将军觉得在这里 你 是染不开 你故意的 慕容婉庆 你没事吧 据说你正在被她审讯 我怕你吃亏 就是在吃亏 他还对我用强 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 蓝将军 他也就是我们大漠的客人 你这是在欺负我们吗 唐唐的蓝将军 一点脸面都不要 我 就是您写的那样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我带你回家 让你找那记性 我们走 哎 殿下 你能不能带我 去献贱你母皇 当然可以了 不可以 你还想挨揍啊 你还想挨揍啊 我 左相大人的意思是 楚国 会全力助我们 抗击三国何为 正是 楚国不会占莫国一寸之地 攻城之后 三国所限金银 愿与莫国均分 可我莫国 与三国 联盟已久 岂是大人短短几句话 就能瓦解的 可现下 南疆死了一个皇子 陛下真的以为 用外臣就一定能平息吗 若是不能 陛下总得有条后路 可楚国 也未可信啊 我楚国大军在莫国边境已久 可曾真的与莫国开战 外臣自知此行千难万险 但依旧来了 只为何谈 大人一心想和 可那三国未必想战呢 只为何谈と 非将会 和 autism 仁光 和党 仁光 目的正是三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惜下哪个主君之位了 想来想去 还是在兄长身边 笑压快活 这马上就要迎来 一场新的风波了 你要是现在退出 可以归隐山林 真正快活 我说的前提是留在兄长的身边 兄长 你说的那个风波 是因为墨回殿下吗 他 就是世子吧 谢天谢地啊 谢天谢地 总算是把他给寻回来了 不过 既然他是世子 为何兄长这几日 都闭门不见他呢 他是 但他也不是 我不想见一个 困住书城的人 我只要书城回来 无论有多困难 再难的事情 只要兄长有心 一定可以做长 对啊 先得让他回楚国 这个 恐怕有心也做不成 楚国现在已经 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 沈从 你不是跟慕容大人 你能我能去了吗 秦公有病 你这脸 挺激烈的呀 是不是 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母皇 收押了慕容晚清 做了她的人质 然后 我收押了她 做了我的人质 你猜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嗯 嗯 玉 啊 啊 嗯 等一下 劳烦几位在此处小珠上几日 你不同我们一起吗 我还想跟你说说话呢 总觉得这几日十分关键 万一打起仗来 我或许还能帮上忙 况且 看你们 也没有要逃跑的意思啊 如此 我就告辞了 照顾好自己 这样 你说 这都三日了 他怎么还不见人呀 我刚刚接触这个吴殿下 我觉得他除了长得像世子之外呢 他人还很有趣 见不到的人就直接网票 兄长也有趣得很 还说回不回楚国呢 直接叫人家把咱们给扣下了 确实有趣 你还想回楚国呢 就不怕被乱刀砍死 沈夜 说点什么吧 做好自己的事情吧 兴许还能活着 沈总 这边守卫这么不严 你为什么不跑 你的人马为何还不到 那你为什么不护着他走 我 我 我们应该都是想看看他要干嘛吧 大家都在变 都在等最后一个结果 碧玉先生 你可以走了 为什么 一个左相 一个大将军 一个听兰书院的 好像 就你没什么用 我好歹也是大安国九公主的主军啊 可你现在已经不是了 那大安国也是要通缉我的 不管怎么说 我也算是身份比较重要 怎么不能大人治 有总比没有枪 就留一下我吧 嗯 好吧好吧 暂且就把你留着吧 有当没有一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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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们可知 我为何要把你们聚集在此吗 我不是再故弄玄虚啊 我是 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 那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吗 直觉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直觉 你帮南疆扣下了慕容婉青 是把希望都压在了南疆那边 你觉得不妥 将他也扣下 是防着跟南疆撕破脸之后 能联储抗击 哦 那我为何要把你扣下 避免听兰书院帮助任何语编 关键时刻还能用我胁迫一下 没准还能捞点好处 怪不得 难怪母皇和皇姐都没怪我 还说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那结果怎么样了 你在问局势吗 嗯 三国已经和兵一处 为打任何招呼 就踏入我没国的领土 这军国大事的 我一个武将也说不声话呀 不过储君正在与他们对峙 是 好像 是在帮我们 哦 毕竟我们是朋友 这点小忙不算什么的 嗯 嗯 那如此看来 谁在帮我们 谁要打我们 已经一幕了然了 可是 我总觉得这也太正常了 好像 好像哪里不太对 有人对你躲赦了 叫你困在这儿 啊 啊 我是想同你在一起的 只是 我走不出去的 你当真不知道自己 我说 你 你 你当真的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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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 我来看看你 我看你这几日 总是闭门不见的 是不是心里在埋怨我 才会这样对我啊 关于那个丝腕 我想解释一下 也 也 我也解释不清 我承认我心里有你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 好像也有他 我 我 我殿下心里有他便好 无需有我 你之前不是这样对我的 我有危难的时候 还是你救的我 我救你 并非是为了你 救我不是为我 那是为谁 放开我 不放 你不说清楚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我 我 我说 你 你对我用 你对我用毒 我 你 词曲 李宗盛 兄长大人 让你赶紧回去休息 也得把晚清大人送回去 真没礼貌 晚清大人受惊了 我定与兄长说 好好发落这个家伙 让我带他走吧 怎么 你是见楚墨联合了 想要把他带回南疆做人质 你这人心怎么这么狠呢 我是在乎他的安危 如果楚墨得势 必有南疆相莫顾求和 到时候 他可能还是愁吗 若是楚墨失事 所有的罪责都要落在他的身上 没有人在乎他 就算他自己也不在乎他自己 不在乎 他承受的太多了 我想带他走 我总是想带你走的 你知道 那你问过他的意见吗 你闹够了 送我回去吧 傻小子 人家是左相 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呢 如今 晚清大人的计策已经成了 所有人都入了他的圈套 这时候是要去收割的 怎么能走呢 阮古香 他能让你武功暂时 但不会伤害这副身体 你以后最好好好爱护这副身体 如果再有下次 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了 我说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之前明明是很关心我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这个人做事毫无章法 有不及后果 这只是给你一点教训罢了 你 你是不是还在因为我成婚的事情生气 我跟你解释过了 不关我的事情 我对你的好也是假的 你最好立刻忘记了 你骗人 有什么苦衷你告诉我 我拼了命也会帮你的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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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不劳王叔先生费心 我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下听明白了吧 人家从一开始就在做一个局 亲临莫国 是想让所有人都以为 储君因他被牵制 只得按兵不动 甚至出兵莫国 那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目的 是为了吸引各国大军 斯婉的死是意外 对我而言 却是天主 你刚好借此诱骗莫国 与楚国联合 其实你根本没有打算帮他们 何止是没有打算 他这是框了别人欲望相争 自己渔翁得利 莫国我不得是一兵 真正的主力兵分三国 趁各国后防空虚 好手段 确实是好手段 不过 这些都是兄长大人 看穿的 我是一点没看懂 八年了 我终于有机会 替他打完这一招了 二位公子 现在趁我孤山一人 你们还有机会对我做点什么 否则 自古兵不厌诈 你这怎么还输不起啊 沈总 冷静一点 那你更应该走了 被你害的最惨的是莫国 你不应该留在这儿 现在我的计划全盘脱出了 你不把我带回南疆做人质吗 莫要想瞧我 上次是你问我 这次换我问你 你愿意跟我私奔吗 今天过后 我答应成的事情就做完了 我答应成的事情就做完了 我若不回南疆 陛下定会恼我附足问罪 我已经体会过一次 失去至今的痛了 我说不出第二次 来不及了 出国的人马已经安排好 原水经火 徒劳无益 无论如何 我都与父族共存亡 可是他们根本不在 想问你一件事 师父早已把我算进去了 最近你我之间的事 也都是三级了 也都是三级了 一 要跑掉吗 我来 是让你进宫的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好像事态很紧急 你好好跟我母皇说说 不要让他生气 我怕他会杀你的 他不敢 你们莫过 没人敢 你们 你们都怎么了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 让你们生气了 我 我会改的 你们别这样好不好 戏已经演完了 我的目标也达成了 你已经没用了 是 盐夕吗 走 进宫 外臣请见莫国皇帝陛下 进来吧 见过 三国 敢问储君 何时出击 柳阳所带军队 皆是屯田兵和老弱病族 即便出击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慕容万卿 你出尔反尔 误我莫国 外臣答应与莫国联合抗击三国 外臣做到了 狡辩 一直安兵不动 大殿下不知 外臣已令主力突袭三国 另辟战场了吗 你让我莫国以一国之力 占三国之力 自己去后面唠便宜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大殿下也没问了 不如这样 大殿下可将外臣的计划 全盘拖出 说不准他们会退兵回防 当然 他们也有可能 不会再信莫国了 好 既然左相大人 如此能言善变 不若就按阁下提议 用阁下向上人头 祭祈可好 可以 届时大楚清举国之力 为外臣复仇 便是外臣最好的身后哀容 我会和大楚第一世子书成 在那边等着各位 好生歹毒的计划 若不想动外臣 还请大殿下好好回军队 拖住三国 我会在这里等储君来迎 到时候 也不至于让莫国生灵涂炭 去吧 我好像听懂了一些 我们不是朋友吗 你不是说是因为我才会帮助莫国的吗 你没有帮我们 你是在利用我们是吗 是的 可是我们应该是朋友 你认为我们是朋友吗 嗯 抱歉 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我唯一的朋友死了 我一开始就知道 我是忘不了他 但是我还没有蠢到找一个替身来代替他 你们是长得很小 但你终归不是他 若我把你当成了朋友 那便是对他的背叛 这一点 我做不到 所以 一切都是假的 是吗 你是 做给别人看的是吗 是 我装作被你这张脸迷惑的样子 告诉所有人 我把你当成了书仇 这样他们才会信我 听我摆布 但我真的很讨厌你这张脸 每次看到你这张脸的时候 我都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 我的书仇已经不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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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一抹殘 床 露火亮 花中鸳鸯 不再成霜 夜未央 都收落个空潮潮 空悲凉 独自吟唱 梦断情长 逆人往 这枯棉叶 有多漫长 今生缘换的与你 在对望 共在一株海淘的花香 灯火点亮 这敲烂 如今都是什么 今生缘换的与你 在对望 与你携手动提马蹄架 我愿再为你疏传 看那昏黄的夕阳 看那昏黄的夕阳 在前面